黑哥将男人吊起,然后一脚踹到梯子,男人在挣打时吊了一块劳力士,黑哥捡起手表,却突然被男人割了喉,黑哥一脸的不可置信,最终无力倒下,男人颤抖的看着黑哥,而黑哥也因为失血过多,没能口下扳机,倒在了血泊之中 汽车上的男人与小帅一样,都惹了一个叫鞋匠的女人,本想救他一命,谁知这货简直太虚道了 两年后,回归平静的小帅再次接到卷毛的电话,他们的身份被人发现,鞋匠很快就会来做掉他们 小帅做好了一切准备,却被一个米其林拦下,他给小帅一个地址,如果他不去,女友就会遭殃 帮拍二把手带小帅去见老大,老大知道他是谁,知道他以前做过什么,他要小帅加入自己,可小帅直接拒绝 见他如此,老大直接掏出电话打给鞋匠,小帅怂了,便答应下来 小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拿着毒药去杀死老大邻居的树,这老大怕不是有那个大病 可面对老大的威胁,他也只能照做,就在他看到邻居离开,正准备下手时 二把手却突然打来电话,原来是米其林在交易的路上摔倒了 因为订单紧急,现在要小帅去完成交易,他接过二当家递来的44万美金,前往交易地点 而交易地点,正是两年前差点吊死自己的那棵树 他与大胡子很快完成了交易,可验货时,大胡子却不让他打开包裹 在返回的途中,逢车却突然泄气,他只能停下维修 就在他拆轮胎时,后面出现一辆车,在他身旁停了下来 他好奇地观察,突然一枪将他击飞,原来是之前的大胡子 他想要黑吃黑,小帅赶忙逃跑,而包裹也被大胡子拿回 他追着小帅跑进隧道,开了一枪却没能命中 在追的时候,地面却突然几声枪响,然后吉普车急驰而去 小帅成功反杀了大胡子的同伴 而小帅的车也已经开始漏油,很快变速箱开始冒烟,无法继续驾驶 他将车开到一旁,然后藏了起来 从车里拿出两个包裹,开始了求生之路 走了很久,他看到一处工厂 而工厂前的废车,也成为藏匿物品的最佳地点 他拿了两枝钞票走向工厂,想要寻求帮助 原来,大胡子的黑吃黑是二把手指使的 目的就是将老大取而代之 他安排大胡子继续追查,一定要拿回包裹和钱 此时的小帅已经来到工厂 正打算偷车的时候,工厂里的保安叫住了他 保安见他受了伤,便热情叫他进去治疗 保安是个动漫迷,对小帅很是友善 可谁知这时,小帅开始眩晕 原来,是体内的子弹开始感染组织 没办法,他只能信任保安 有保安为他取出子弹 在陌生的环境,小帅不敢接受麻醉药 只能忍着剧痛进行手术 终于,一切都完成了 为了感谢保安,他从口袋掏出一摞钞票 可保安却没有收下,只是劝小帅好好休息 然后就转身离开,小帅很是感激 看来是遇到了好人 可等他整理好衣物打算离开时 却发现门被死死锁住 男人扒开铁网 将准备好的毒药注入保安的杯子 面对凶狠的保安 他拽过桌子堵住门 可后门也被紧紧锁住 他拿起一根铁棍砸开了门锁 而保安拿枪走来 保安一下就撞开了门 讥笑的看着小帅 可小帅另一只脚猛然踢出 保安直接晕了过去 小帅好不容易跑到楼下 却被人一下撞晕 原来是大胡子追来 他并问小帅那些钱在哪 这时保安却出现在他身后 小帅提醒他 可大胡子根本不信 他以为小帅在耍账 保安一扶子下去 大胡子直接领了盒饭 小帅趁机逃跑 找到一个厂房躲了起来 保安在外面嚣张的喊他 正要喝下那瓶水 却被突然响起的铃声吸引 是小帅的女友打来的 保安狡猾的编故事 骗小美一起来玩游戏 而小帅却对这些无能为力 保安挂掉电话 并威胁小帅 他两小时后就会到 除非小帅告诉自己 剩下的钱和包裹在哪 小帅答应将钱给他 而自己需要留下包裹 因为他需要包裹回去交任务 可保安又不是小孩子 他不做选择题 他全都要 没办法 小帅躲了起来 保安推门而入 嚣张的喊叫 然后拿起水壶 一口喝了下去 他也觉察到了异样 于是马上到水槽西市 小帅趁机跑回厂房 可是大胡子的枪 已经被保安拿走 他赶忙来到二楼 拿起一把螺丝刀准备埋伏 而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竟然是一个被绑的女孩 他一下踹倒小帅 然后就要解决她 好在小帅解释及时 这才让女孩停下了手 二人暂时达成同盟 小帅试图撬开女孩的脚料 在交谈中 小帅知道 女孩是五天前被保安绑来的 可无论怎么用力 都无法挣脱 就在这时 他们听见有人来了 小帅赶紧再将女孩的嘴封住 然后躲了起来 保安带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他端详着女孩 然后与保安谈着价格 原来保安还是个万恶的人贩子 小帅趁他们离开 用床单包裹拳头 然后砸开窗户 跑到了外面 当他掀开女人的货车时 整个人气愤不已 原来他们在倒卖器官 等二人带着女孩走进货车 机敏的察觉到了不对 已经准备好战斗 可拉开车门的一瞬间 上千只黄蜂涌了出来 女孩也趁机逃跑 在厂房里 小帅找到了女孩 并且他已经拿到了保安的车钥匙 他要带女孩一起离开 保安与女贩子开始寻找他们 光线下 女贩子的脸已经肿胀的难以辨认 他们发现了地上的鲜血 于是顺着血迹找到一个房间 他们还很专业的配合起来 女贩子求保安帮帮他 可这时小帅的女友却来了电话 他说自己还有20分钟就到 然后询问是谁在惨叫 男人一下砸破车窗 然后发动车辆赶忙逃跑 车主看着远去的车辆 车辆马上熄火 小帅带着女孩汽车而逃 他腿上腹伤不能远跑 只能躲进集装箱 让女孩卖力逃跑 保安淡定的持枪追来 远处的女孩一枪奉倒 再给小帅来个梦中捉鳖 他用巨石堵住大门 要挟小帅说出钱和包裹的位置 小帅誓死不成 保安说小帅的女友 即将走进自己的陷阱 而自己拿到钱就会立马跑路 没时间伤害他 小帅只能老实交代 东西藏在了工厂外的汽车之中 看着保安跳着五离开 赶紧挖洞准备逃跑 保安回到房间收拾东西 发现手办被小帅破坏殆尽 他愤怒不已 再次对小帅起了杀心 他开车拖拽铁门 将整个集装箱拉成废铁 好在小帅反应及时 利用刚挖的地洞逃了出来 保安捡起大石头 凶狠地砸在小帅身上 一下将他砸翻在地 正要了结他的性命时 老大带着手下赶来 保安立马认怂 举手投降 老大将二人捆在一起 保安又扮起老实人模样 称称自己是受害者 让老大不知道信谁 而二把手这时也说 是小帅联合众人 出卖老大获取钱财 小帅百口莫辩 只说钱和包裹在废车引擎盖下 老大取来包裹 迫不及待地打开 里面竟是几盘录像带 老大欣喜若狂 原来这是老大截获的 属于鞋匠的包裹 里面肯定藏有重大秘密 他让人取来录像机 可内容却是几段无聊的儿童剧 44万美金就买了堆垃圾 老大极为恼火 这时想到拿回自己的钱 可本该与包裹在一起的钱 早已不翼而飞 小帅也不知道去哪了 妥妥地成了背锅侠 被老大拴在车后拖行 可无论怎么折磨 他都无法说出钱的所在 第二次拖行的时候 小帅悄悄解开了手铐 这时女孩开车驶过 原来女孩没死 他还偷偷拿走了现金 这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小帅趁老大分神之际 二把手用枪指着小帅 却被刚才捆住的宝安偷袭 宝安将他一脚踹翻 甚至踹出了幻觉 然后一技重拳 将二把手彻底打晕过去 而此时米其林才下车查看 见识不妙 竟然开车拖着地上的老大直接溜了 此时宝安已经挣脱束缚 拿走了所有手枪 正要追杀小帅 女孩开车过来 宝安急忙开枪 车辆硬生熄火 小帅趁机跑回卡车 快速翻找 终于找到一把猎枪 可枪里只有一发子弹 此时宝安追来 两人来到决斗时刻 小帅虚脱地扔下枪 却又听到宝安的惨叫声 原来刚才那一枪打偏了 只打掉宝安的一只耳朵 趁宝安愤怒地走向前 小帅丢出一根雷管 宝安竟然还在挣扎 小帅似乎浑然不知 他回到卡车上 顿定不同女友的电话 然后 当他驶出工厂 就看到女孩提着两个包裹 正在路边等他